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星星报 南韩女团twice最近推出新专辑FancyU强势回归 许多的网友更发现最近的twice成员们成熟了不少 就连来自台湾的周子瑜也变得性感许多 近日周子瑜为广告首次大陆裸备 日前参加音乐节目M Cut Down 宣传新曲时更是穿着超短连衣裙大跳热舞 不过由于舞步太大 周子瑜的超短裙一度往上挪动 数度露出黑色安全裤 影片中还看到周子瑜边跳舞边拉裙子 由于此次演出twice多位团员的裙子都相当的短 开插开到大腿根部 团员们跳舞时更多次不小心露出黑色安全裤 让许多网友相当生气与心疼 还有网友提到 紫瑜的连身裙旁边没开插 边跳边往上跑 让她有点分心 纷纷大骂 裙子真的太短了 不知道造型师在干嘛 这种编舞就不要再给他们 穿没有剪裁的紧身超短裙了 给孩子们舒服的衣服吧 而周子瑜在2015年出道初期 曾因在南韩综艺节目 挥动中华民国国旗 被过期歌手黄安检举为台独分子 触动中国大陆网民 极敏感神经 在网上疯狂围剿周子瑜 其后 子瑜所属的JPY娱乐公司 安排她拍影片公开道歉 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才平息事件 未经许可适 spoon 咱们三分之后 不许可适 未经许可适地 最后一回 Sin